我们民族是一个游猎民族 然后在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民族放下猎枪开始走向养殖 而作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 驯鹿养殖产业也是我国动物物种种群的多样化的一个标志 但是在大兴岸岭深处 由于自然保护还有生态红线等各方面因素 驯鹿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我们民族整共剩下不到1000头的驯鹿 无论从防疫放牧的空间 还有驯鹿所吃的苔藓等这些方面 与自然保护有很多的矛盾 也没有驯鹿养殖的空间 所以我这次带来的提案 重点就是想建立一个驯鹿的种群繁化基地 然后驯鹿的养殖基地 让我们民族唯一 就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养驯鹿的民族 能够在泛北局圈范围内 能够多样化的生存 把这个产业延续下去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